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4月8日,欢迎收看北美市场每日观察 今天美国股市是再度大涨,但和昨日不同的是,今日美股终于锁住了大部分的涨幅 主要是受到两大因素的影响 第一个就是美国下周疫情可能会迎来拐点的预测 第二个就是桑德斯退出了美国总统初选 疫情方面,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确诊病例增加25134例,总数达到425469例 死亡人数则增加至14590例 加拿大确诊病例增加1298例,总数达到19195例,死亡人数增加至427例 白宫顾问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博士是在周三的时候表示 尽管新病例数接近分值,住院率有所下降 但美国的新型冠状病毒死亡人数,本周仍可能会继续攀升 死亡人数通常是滞后于疫情的其他方面,比如像新病例和住院治疗等 因此他认为本周之后,美国应该会看到转机的开始 白宫此前预计,美国将有10万至24万人死于这种新型病毒 那福奇博士则指出,随着人们继续遵守社交疏远 这一预期可能会下降 一个跟踪这次大流行的模型式预测 与上周的估计相比,死亡人数和医院床位需求将更少 那疫情也是股市一直无法组织起有效反弹的重要阻碍 那如果真的能够在下周看到拐点即将到来的信号 结合美国政府持续的经济刺激手段 相信美国股市还能迎来更大的反弹 与此同时,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桑德斯是在今日发表了声明 宣布正式退出2020年总统竞选 那由于近期选情直线下落,桑德斯已经很难获胜 在这样的局面下,桑德斯就不得不退出了今年的大选 但这却是华尔街所希望看到的 因为众所周知,投资者最讨厌的就是不确定性 偏偏桑德斯上台将给美国经济系统带来的潜在不确定性 要远超所有其他的主要候选人 他自命为民主社会主义者,公开号召进行政治改革 例如禁止使用压列法开采油气资源 拆分大银行,以及立法征收财富税等等 这些都不是华尔街希望看到的 因此,桑德斯的退出无疑是帮助股市多头增添了多一分的信心 原油市场呢,依然面临着几十年来最大的不确定性 明天将召开OPC会议 由于一些主要成员国之间存在的持续分歧和摩擦 原定于周一举行的会议呢,是被推迟至了周四 那人们关注焦点将是各国能否同意共同削减原油产量 以挽救不断下跌的油价 目前没有人再购买原油了 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 世界上存放原油的地方已经不多了 如果不能进一步的去减产的话 那很有可能就是大家都没有地方放原油 另一方面油价下跌已经给高杠杆的美国原油公司呢是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这些公司尤其是这些业业油产商在原油价格长期走低的情况下是很难实现收支平衡的 那因此我们就看到了最新公布的原油库存报告是显示 截止4月3日当周,美国原油库存已经增加了1520万桶 远超之前967万桶的预期 那这也是美国之所以愿意配合 或者说至少愿意参与到此次减产会谈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我们就需要观察的是 美国燕业油产商最终能否去真正的配合此次的减产行动 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不过呢,也有分析人士是指出 即使这次真的达成了每日1000万桶这样的一个减产幅度的话 对于整个油价的持续提振效果其实是比较有限的 因为我们也都知道 目前原油市场的一个需求缺口不是1000万桶能够解决的 它甚至要高达2000万甚至3000万桶 所以我们相信此次的一个提振效果应该只会在一个短线内 当然无论如何 只要这次能够达成1000万桶这样的一个减产协议 至少在短期对原油多头来说是一个世纪上的很大鼓舞 那美国原油价格就有望在短线上看30美元这样关口的 但要进一步走高 阻力依然非常大 还需要去观察未来的一个疫情发展 就是原油需求面的表现 以及就是各大主要产油国在未来实施减产的过程中 是否会有进一步的行动 加拿大方面 加拿大商业团体呢在抱怨 因为最初他们对小企业的一个支撑呢是指的是那些企业如果收入相比上一年同比下降30%的话就能够受到75%的一个工资薪水的补助 但是这可能会排除包括一些新兴的一些成长中的或者一些季节性公司 特鲁多对此也是答复称根据拟定的新规则 企业可以使用2020年1月和2月作为比较收入下降的月份 而不是去年的同月 那这也将有助于帮助那些刚起步的或者规模不大的企业满足援助资格 另一项拟意的条款是将收入只要在3月份下降15%就有资格获得补助 以帮助那些在3月份中旬就被迫关闭的许多企业了 不过加拿大独立企业联合会还是认为获得补贴的时间至少需要3到6周的时间 这个时间太长了 以至于很多企业可能根本撑不了那么久就已经破产倒闭了 数据方面我们看到道琼斯工业指数今日上涨了779.70点 涨幅3.44%收报23433.57点 标普500指数今日上涨90.60点 涨幅3.41%收报2749.98点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上涨203.60点 涨幅2.58%收报8090.90点 多伦多证交所综合指数今日上涨311.57点 涨幅2.29%收报13925.71点 黄金价格方面 6月黄金期货上涨了0.60美元 涨幅0.6% 收报每盎司1684.60美元 日内股市大涨是改善了市场的风险情绪 这令黄金近期涨势受阻 不过技术面看只要黄金能够手稳1600大关 更多的绅士依然可以期待 下一目标将在1670 进而是1700大关 但是若持续交投于1620美元下方 则可能是动能变弱的信号 原油方面 美国WTI原油5月期货 周三上涨1.46美元 涨幅6.2% 收报每桶25.09美元 布伦特原油6月期货 周三上涨0.97美元 涨幅3% 收报每桶32.94美元 那周四和周五将会迎来两个重大的会议 分别就是欧佩克的减产会议 以及G20能源部长会议 那这些将直接决定近期原油市场的走势 家园货币方面 家园对人民币最新报5.0407 家园对美元报0.7134 家园对港币报5.5301 家园对台币报21.4561 明日主要关注的就是欧佩克减产会议 那主要有三个方面需要关注 第一是减产协议能否达成 这点目前看来是问题不大的 第二个就是减产规模能否达到每日一千万桶 第三个就是美国是否愿意配合减产 这点其实和前面两点是相辅相成的 将直接决定减产协议能够维持多久 以及减产规模具体有多大 这就是今天每日观察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 我们明日再见